HK S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的聲音 香港人的主場 Testing Testing 123 有沒有人聽到呢? 當然是聽到了,因為時間開咪了 Hello,早安,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的一週 繼續有香港台香港人主場 這裡是開咪,我是Rita 早安,Peter 早安,Rita 早安,那麼多位聽眾 我們來到開咪,有一個新的一週 這個禮拜,確實實 經歷過上個禮拜連續幾天下雨之後 好似天氣就會好一點 我相信很多人這個週末都有機會 如果你身在加拿大的時候 都知道10月31號是一個 普天同慶,拿糖的日子 我帶了兒子去我們香港台的 跟ChickyD合作的 那個booth那裡 是啊,去了Planted那裡 即是在朗浩坊上面 然後兒子又拿了一些禮物 覺得她是周生走 她扮米旗 挺好的,我很開心 我有時說完我也想自己打自己 我睡著了 因為我很累 總之我睡著了 我好像由下午3點睡到8點 之後 我完全不知道有沒有人來 那一小時 所以我回答不了 我只要我姐姐叫我吃飯 叫到想打我 所以中間有沒有發生過 普天同慶,小孩來拿糖的東西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睡得很好的 你以前有沒有試過拿糖? 你來的時候 好像頭一年 因為那時候還十二三歲 後來也沒有了 有時其實真的不太好意思 去到你十三四歲還拿糖 但是頭兩年 覺得自己都叫做兒童 有一班朋友就去 我以前小時候 我和我弟弟 因為要帶著妹妹 我妹是小了十幾年 所以我一定要帶著她出去拿糖 可能其他伯母是住其他區的 故意掛她去他們的地方拿糖 可能我們長大了 但是我妹妹還只有十歲 我和我弟弟就會 每次帶她出去走 又或者大約一個小時 拿完糖再回來 我和我弟弟就會很喜歡在這個 裝鬼裝馬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已經年輕 甚至我可能已經入了大學 所以我們在家前面有一棵大樹 我弟弟就會爬了一棵樹上面 你知道Halloween的時間 通常都是已經 可能是晚上早點一刻 那她就真的在上面那裡躲起來 然後每逢有小朋友出來 我就和阿滿辦一個親善大使 HAPPY HALLOWEEN 然後就給糖 然後那些小朋友不在意 後面有一個人 站在他們後面 穿著黑色衣服 然後有黑色褲 嚇他們 是挺好玩 每年都做這件事 小朋友自知之後 就沒有再來 所以我就 發覺這個挺好 因為有些人說 如果你不想小朋友過來 拿糖的 可能你早睡 又或者你沒有預備到 等等 你可以是關掉所有的燈 所以變成 人們遙遠看到 你又沒有補充 沒有佈置的 又見了你 關掉燈 那就不要打擾你了 但是我發覺我這個做法都不錯 還要嚇小朋友 我試過以前有一次 就叫我爸爸負責去排 但是我就見他這樣 就是你知道我人家 上一年的有時候 我不知道他那種折劍那種心理 為什麼要延伸去別的地方 但是有時候真的 那些習慣改不了 都一顆一顆糖 然後我就說 你這樣排到什麼時候 你這樣排到什麼時候 還有其實有什麼意思呢 還有後來我也覺得 老實說 我覺得很煩 經常要開門這樣 那 我試過遇過太多 因為我家附近有中學 我試過遇過太多次 有些都很無禮貌 你都十六七 你如果來哈末 拿糖不要緊 你有誠意一點 你穿件衣服 他穿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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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袋 我好像也有幾次 我說 You don't look like a kid 還要穿啤啤啤 尤其是我見得多 我就真的覺得很煩 不想應對年輕人 但是有時候 都很開心的 會見多些爸爸 抱著手鋪過來 因為手鋪其實是 鑑賞的價值極高 拿著很多很可愛的 例如穿著Venita Pooh Tigger 米奇老鼠 那些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些差不多 我是半袋堂給他 通常有些中學生 太多了 我自己 我好像去過 高級9、高級10 高級10 高級10應該去年 我就覺得 真是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已經不是一個兒童 我不應該跟小孩爭識 你早說 我今年過來找你 你認不出門不要緊 你姐姐認不出門 你長大 不緊要 但是真的有誠意一點 譬如我今天在麥當勞 我剛才晚上出去買咖啡 我也看到有很多明顯過我20歲 但挺精心的打扮 你明白嗎 你有這樣的精神 大家就開心 是吧 你來到人家門口 衣服 你又不穿 嘩 完全膠袋 那樣 拿著掃 拿著掃 也不要太難 我不給了 我說你太老了 其實也是 好像年紀越大 那個精神程度 因為可能真的 務求長真度要像 而且你會被人笑的 人家問你你扮什麼 我其實是扮捉鬼這麼小 你不像 你像綠色那隻鬼多些 人家會嘲笑你 所以很多 我見很多朋友 特別是 香港也是 去 路懶 路懶 我突然想到朗豪方 去懶貴方的時候 是扮得很漂亮的 就是他們會 特別是 你扮一下 大家一起開 你主要這麼沒有誠意 不要玩 不行 沒有誠意 那些低價格衣服 真的不行 你說你 把膠袋 是不是 我 我很記得那次 因為那個男生 還好像爭著 後面有點小 因為那次真的有點火 但是你也知道 有時候你不想 那些人認住你的房子 你也知道 我心裡真是 老實說 不太好 那我就 隨便給他 串他一句 照給他 但是我自此之後 我對於堂 我真的 遇到太多這些 我覺得很煩 然後寧願不給 是啊 也是 還有呢 你覺得 我這麼覺得 是啊 因為我以前 我家裡對面 有一戶老人家 是我移民來 他已經在那裡住了 後來 他兩位都是老夫婦 他們有個女兒 就不和他們一起住 自己組織的家庭 那兩夫婦 真的年紀大 你看得出來是年紀明顯大 然後 後來先生 我回香港的時候 我就回家 為什麼不見了什麼生 我爸爸說 什麼生 老人痴癌 所以 因為 退化 或者安全 送了他去老人院 所以 至此 我沒有見過他 然後 他太太 曾經試過 因為 你要 你要 點上 你要 看著一個人 出行評論 不難的 那麼 他應該是 試過有幾次 就是 老人家和我們說 有些害怕 晚上有人來 按他鐘 他當然不認門 我們就說 不認門 你有什麼事都好 你不要管 你當你睡了 他就試過 好像幾次被人踩牆 那樣 後來我也覺得 他哈朗溫 其實他 他不太怕糖 好一點 所以說一句 你這樣哈朗溫 有一段空窗時間 你被人認識到 你家屋有多少人 雖然我這樣說 好像很煞風景 那些人會說 喂 你普天同性怕糖 但對於獨居老人來說 我覺得這個 其實真的很容易 被人踩到 後來 他去年 他的女兒 就買了一層樓 始終 那位太太 他都過八十 一個人住屋 就真的不方便 然後也開始身體差 然後 那個女兒 就移了去 跟他爸爸一起 然後就買了一層樓 我們都有跟那位女兒聯絡 因為真的二十幾年街坊 後來他的女兒 就是說 其實有哪個老人家 想離開自己住 那麼多年的地方 但是安全 還有 生活方便的問題 一個老人家 你叫他走上樓梯 始終不太好 但是我自此之後 我後來也 有約女兒跟她說 你哈朗溫不要派堂了 我真的太大 太大的目標 太容易被人按到 因為他家裡旁邊那間 就是曾經試過 又是我的好鄰居 回了 回到家 回到印度一個月 之後被人 看到他那個 家裡沒有人 但其實我們每天幫他拿信 但都被他見到家裡沒有人 然後 爆發 所以 有心的話 可能我對人心 都是太提防 但是 我現在都不敢叫我老爸 派堂 一會兒被人見到 一個老人家 看得出他是責任 我覺得不太好 都是 如果可能真的 你和你姐姐派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真的要派的話 沒有 我看到一些不合作的弟弟 我發火的 所以 不要影響別人的心情 真的認真 我自問脾氣不好 沒有影響一些人的心情 但當然 尤其是看到一些 父母悉心打扮他的小朋友 就是 作為觀眾是很開心的 都是的 都是的 我們看到沿路 我們除了去浪浩坊 之外 就是去了幾個不同的地方 Yorkdale 我們也有去 不知為什麼 可能因為小人在Mall裡 排堂 又或者商店很少做這些 排堂活動 所以 都沒有什麼氣氛 就算那些 說的是Teenage 或者是Border Line 可能變成已經二十幾歲的 那些年輕人 都沒有怎麼服裝 所以整個氣氛 就 沒有什麼Halloween的感覺 反而街上 那些小朋友 比較一團一團一團 都去拿堂 那他們 可能爸爸媽媽 都比較 有一點點心思 那他們就真的會 可能會扮 最流行的 Squid Game 由於遊戲裡面的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可以買到這套衣服 我真的很奇怪 我看到很多人都貼到 找就找 那面具怎麼找 其實那套衣服 聽人說 要自己製作不難 你找到差不多顏色的布料 你可以自己製作 那我自從去年 疫情 很多事情都生活機能相對不方便 就發覺身邊多了很多些 煮東西也好 煮食也好 很多不同的東西的高手 D.I.Y.那些 對 很多人D.I.Y.很厲害 懂得自己奉陰 那可能 今年我也覺得 尤其是這套劇 他由 一開始說很厲害 一直到真的超磅 那我相信很多人 已經 立刻可以感受到 可能遲些Halloween 這套東西會很流行 立刻 立刻想到Amazon買 那是有可能的 你知道有些人是 那個時裝觸覺是很快速的 是 立刻已經推了幾套出來 買吧 但之後高價 你必須要買 因為其實也是 你明年再辦的時候 又是辦回Squid Gaming 你是不是遲了一年 除非很經典 我玩過最好玩的 變裝 不是Halloween 其實當然是Halloween 也可以做 但是我們就 我玩過最好玩的 就是馬戲團 那我那時候 就是教我去讀 就是這邊的 這邊的 這邊那個 Administry of Education 它有一個 當年有一個 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 program 就是 所謂 Learn English 或者French as a Second Language 那你就可以 總之你是PR 或者是 Citizen 那你就可以申請一個為期 五星期的 program 你就去不同的省份學 那當然是去俏北 對我們來說 我讀了兩次 第一次讀 那時候 就小過 十六歲 第一次人生 離開父母那麼久 第二次去就二十歲 那時候 那時候 他們會搞很多的 program 譬如 有時候會有些什麼 party 有很多些 情緒的東西 那我二十歲 那一次 剛剛認識了一位朋友 他現在就是全職音樂人 那你見到一些創意出來了 那開始就說要搞這個 custom party 那我們 我們有幾個人 有六七七至八個人 我們一群人就決定做 Circus 馬戲團 但是 那時候 我那時候 在俏北都 都North的 那這些人不是說你要買 買得到 而且每個人都學生沒什麼錢 那怎麼辦 我們就去 Selvation Army 那些二手店 我們不是買 custom 我們自己做 custom 譬如我扮的是 我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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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巧有條白色褲 有條白色褲 有條白色褲 那我穿就算了 那其他一點怎麼做呢 我就在Selvation Army 買了一隻很大的白色的紅公仔 我剪了他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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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 剪了他的手腳 然後把裡面的棉花 然後我們就自己 避兔 就是被套 這樣戴 然後戴一個 頭的 衣服 全部自己服 所以我們那個隊伍裡面 有一隻 Grizzly 有一隻 Polar Bear 有一隻 猴子 有一對 Aqubat 還有一個 是 Ring Master 他要頂禮 他要一枝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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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很好玩的 我竟然在Selvation Army 找到那些高帽 我想不到 我以為 高帽好像是自己做的 更厲害 我忘了 他拿什麼 因為太多年前的事 但自己做的 就是去買這些 看看有沒有一些 衣服 自己加一些 或者加閃粉 類似這些 不記得 其實自己做的 有時候 那個滿足感 都比任何大 例如說 很多時候 我們都聽到 勿興情義重 有時候 如果我們送 東西給別人的時候 如果當然 可能你送 一個很名貴的禮物 給別人 人家都會感受 但是如果那件事 是你自己親手做的話 我覺得都是一個 優惠點 特別是 你如果那個是 有一些個人化上去 你是一個 個人化的禮物 例如說 我刻上他的名字 又或者是 刻上他的生日期 例如 那整件事 都會很得體 令到別人 會覺得 你真的會浪費時間 這樣做 當然 看看 那件事 做出來 是不是 美不美 都是有加分的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因為接下來 我自己覺得 還有差不多 一個多 兩個月 就已經去到 聖誕節 很多人很流行 等著 這個黑禮物 於是 瘋狂購物 順便 為聖誕節 而打算 但是我覺得 送禮 這件事 都是一個學問 絕對是 不如這樣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 我們繼續說說 送禮勤 有東西想寄回香港 3元1磅 問去哪裡找 你沒聽錯 用BuyShip速遞回香港 自取每磅3元 派送上門首磅8元 逐磅4元 除香港以外 還可以速遞去中國 東南亞 澳洲 英國等地 有東西要寄 1,2,3 有沒有人聽到呢 當然聽到了 因為時間開咪了 來到第二節的開咪 繼續有我的拍檔 Peter 和我 Rita Peter 剛才說了 送禮 你有什麼高見呢 嗯 我有一點點心得 我覺得是 如果送一些 不是 就算是買 和自己新收入 的話 我都會打定底 去瞭解一下 我要送禮物的那個對象 究竟是想要什麼 那當然 如果你玩secret center 就另計 但是 起碼有兩個要點 我覺得是要很掌握的 第一個要點 千萬不要送一些好行的東西 例如說 那些什麼瓷杯啊 不要送鑰匙扣啊 不要送那些什麼snow globe 這些就因為比較太行 那我就會覺得 除非你那個snow globe 是親手做的 除非剛剛說的這三件事 都是親手做的 就可能會加分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純粹是買建物 然後送給別人的話 我就覺得真的 真的可能會花得多心思 好一點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間 是最好可以已經考慮定 你準備將會送什麼給你 最好的朋友啊 又或者你家人等等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知道那個人有什麼需要 又或者他想要的東西 當然 如果他跟你說 愛馬仕的什麼包 那你就真的 不如想過另外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留意那個人 例如說 在他社交媒體那裡 又或者他平時 可能和你的日常對話當中 他會不會有 指定過 告訴你 原來他有時候都很想要買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例如說 有些人說 我也想要一隻錶 其實他不是一定要 某一隻牌子的錶 又或者是 我覺得是可以 如果你送給他的話 你送一些雷童 或者差不多的 其實他也會感受的 我自己就會在後面再 黑一些字 找別人 engrave一些東西 上去 會比較來得親切一點 那 純粹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收過禮物當中 我會用那些東西 作為借價 是啊 我對送杯我也還好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是一個 極度實用主義派 你如果送一些東西給我 是真的實用的 我覺得都可以的 而且我自問我身邊的朋友 親戚都不算是那些 很大洗或者很有購物欲的 如果他們 其實是有一堆人 有購物欲 但是他們又不會很抗拒 譬如互相交換一些有用的東西 那我就試過曾經 譬如尤其是我在香港回來的時候 我很多的家具 都給我的親戚 有些人很忌諱 或者很不喜歡用手 但我就可以 真的衰這句 有些禮物不對的話 至少我知道我不會浪費 我會譬如給別人利用 甚至捐住出去 都試過 那這個不是很大的問題 反而我要 甚至有些 對 我覺得可能 來加拿大 久了一些人都相對務實 那 我在香港那段時間 那些公司是有搞到CQ中心的 那還不算很舒服 都會收到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不算很服 還有最好說 我最後那次在香港的CQ中心 實際上 因為有個wish list 就是說 你抽個名字 你不知道誰抽中你 但是 你可以寫得你想要些什麼 那個budget好像是200元港幣 那我就很記得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收到一些很隨便的東西 我就寫GIFT certificate 嗯 然後後來有人被我抽中 因為我都寫GIFT certificate 有人被我抽中 直接叫我要超級市場券 哦 那後來可能大家看到有人 就是出了這個 有人做了用者 之後你就會看到 有上四五個人都是超級市場券 哈哈哈 那我就結果收到 我收到A.ON的券 哦 不差 是啊 但是最棒的那個 因為有一個 他後來寫Welcome 他不是寫超級市場券 他指明要偉康禮券 那於是他就收到一疊偉康禮券 但是我真心說 對於收穩來說 其實是真心OK的 是 因為我寧願 你又不用用腦去想 要買些什麼給我 然後 二來 收到那個又會很滿意 那你說是不是沒有情趣 那說真的 辦公室司的Center 不要說情趣了 搞定了就算了 除非我朋友 那個 那我那時候要送的那個人 他就很喜歡咖啡 他說他想要一個Mocha壺 那很老實說 在香港買一個漂亮的Mocha壺 是很貴的 但是我就覺得 因為他說他沒有用過 那不要緊要 就買一個入門版的Mocha 所以入門版的Mocha 你就不用買太貴 那我就買了一個最普通 入門版的Mocha 就是沖咖啡的Mocha壺 然後就買了一包 在中國雲南 種植的咖啡 送給他 哇 這個特別的 這個特別的 除非我很討厭你 否則 如果你說的那個 譬如過多五十元 一百元 可以接受 我覺得我這樣買了兩樣東西 都是多三四十元 但是我看到他收到很開心 我看到作為送禮的 我也很開心 那他那包咖啡 連我自己都想要 我也沒聽過 那之後是 因為 相對 如果想找回價格相宜 就不算說很容易找 於是我就搬了一個朋友 今晚不用上班的時間 多過我很多 他就幫我買了 那他就說 這個店主推介 對了 如果有香港在聽的朋友 沙田石門以前就 基本上是一個不毛之地 但是自從現在都 我地鐵站之後 開始進了一個很文青的區域 他那邊有很多咖啡 親子東西 那我朋友就在那裡 有一間黃店買的 那我也很向大家推薦 哦 但是你講開這個 秘密中心 我想說 有一件笑料 話說有一年 那時候我在香港工作 那我老闆就 去到聖誕那段時間 就很豪氣 就宣布出來 說我們公司要搞 社會中心 那麼你們 我們就沒有預算上限 也都沒有下限 你們喜歡買什麼 禮物都可以 那公司說明了 我們會有現金獎 就幾多幾多 幾位數 那也有說 說明說 我們也會送一些 電話啊 iPad 哇 你想想那時候 我們這間公司 很特別 哇 這麼好啊 那些同事在想 我們送給大家的禮物 都不能收拾書架 公司都送這些東西 好了 去到那一天 你知道 可能包裝上面 一定要寫個號碼 好像因為抽到secret center 然後呢 零零四四有一份 好像一個盒狀的 然後呢 上面寫著一張紙 那它有個 即是那些wrapping 那些 那些 寫了個號碼 然後呢 還有一張小小的note 在上面寫著 i 然後 dash 就是hyphen 然後下面有五條線 在上面 五條線 即是五個space 那人家說 哇 誰這麼大手筆送iPhone啊 因為 哇 很開心啊 好正啊 其實沒有可能啊 繼續聽著 是啦 然後開始照顧了 然後人家說 九號的那份 哇 那個女同學 不是女同學 那個女同事多開心啊 然後瘋了 哇 好正啊 然後我們叫他 插插插 好 他一插 i就真的i 但是 i board b-o-a-r-g-o-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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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塊砧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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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他真的看著 為什麼叫i board 那為什麼你要誤導他呢 那然後 誰送的 誰送的 那都安靜了 然後有一位同事說 其實是我送的 為什麼你要送份 為什麼你要誤導我 他說 那都是i啊 都是你自己要做的 那所以就是i board 那些同事笑到死 因為他買了那份 因為你想一下 那個落差有多大 你的iPhone可能是幾千元 他買了那份 那塊砧板 是20元 所以全世界 真的扔東西 這些有一點 想搞幽默 但是我又覺得 哈哈哈哈 是搖頭炭 但是真的會令到 那一次是 人生之中 我覺得是最大的落差 玩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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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 真的 我們當時 公司的聖誕聯歡會 那時候抽東西 那抽東西 那人呢 就抽中了他女朋友 即他女朋友都是公司的 那些人就很 什麼 這是一個 內部 內幕 內幕 這樣 不知道怎樣 很誇張的 他抽完之後 他跟他女朋友 都是一些傻子 即他女朋友 代抽 他女朋友又抽中了他 整件事很瘋 整件事 然後他就說 內幕 但是 就是負責Ticket 那些說真的不是 真的 不是的 我們可以確認 是沒有內幕 這個就是我印象 因為 抽中那些什麼 他都幾厲害的 那次他有一部 好像有一部 在iPhone 可能也不是 因為我公司很便宜的 Samsung 好像是 但是都幾好 Version的Samsung 那時候公司 有一個人 他女朋友是大灣區的 那他人很好的 但是他都幾 就是他都幾認愛中國 他就無緣無故很喜歡 華為產品 他還要是 他還要是公司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 那時候就狂睡 搞Party 我說 用華為吧 這個價錢 然後就給我老闆 我老闆一個 冷面少長 給我老闆直接說 他說 整間公司只有你一個 我喜歡華為的 所以 很慶幸 因為有我老闆擋一擋 那次聖誕派對 就是派Samson的 所以 好 幸好他喜歡華為 你都用得下 如果你用OPPO 還是OPPO的那部 你都不知道 拿去CINDER 拿去CINDER 賣給我看 真的 我都覺得 你開了一部機 你都不知道 水會不會爆炸 還不是給家裡的老人家 譬如是不介意的 他是想要一部新機 直接給他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這些抽獎運 真的去到這個新年 不用展示 我講完 我為什麼知道自己沒有抽獎運呢 因為我試過一次 一些 Networking event 不知道怎樣 負責贊助的人 是一個曾經的大學同學 家裡的鑽石箱 他送了一些鑽石箱 你知道為什麼 我發現自己沒有抽獎運 因為我前面的號碼 和我後面的號碼 都抽中了 嘩 我自然之後就發現 算吧 你應該連綠合彩都不買 真的 不買的 我試過有一次 在香港賣會 買了一張 不知道中了40元 我好像就是買了40元 中了40元 之後我進去馬場 你知道通常的人 尤其是40元 他一定再買的 即是阿姐 我很驚訝他 你不買 我說我沒有運 我是來止虧的 之後我拿了40元 我走了 哈哈哈哈 你都 你都真的沒有什麼運 真的沒有意義 我的運氣 我的運氣不在這些 純粹看彩數的東西上面 我自問 當然我不是那些超級好運的人 但是 譬如 如果說運氣的話 可能 我去旅行 或者自己在外的時候 我的直覺就很準的 還有 我的運氣可能 我自問是 即我人生中 遇到很多貴人 機會 我的運氣從來都不在抽獎這方面 都是的 你覺得不覺得 有些人 好像你這樣 他們抽獎 或者很看彩數的 浪哥來說 要看彩數的 他們真的不會怎麼去做 但是他們做人那方面 就往往是有人扶持 或者遇到一些難關 危險危急的情況之下 是往往有人扶他們一把 我覺得這一種的運氣 更好過那種 更好過那些抽獎運 制製這些事情 始終每個人都不同 我覺得 沒有的 總之我不要衰到貼地 我就已經很敢 老實說 我家裡有人 是有偏才運的 我亦都遇過 有些人 極度有偏才運 你說好還是不好呢 那 他好像我自己的爸爸那樣 我爸爸是那些 久不久就會中彩票的人 但是 同樣地 有時候 我真的很直接這樣說 我見過 我都見過很多人 抱著僥倖的心理 我中了這次 我繼續買 你是放回那塊 贏的那塊東西進去 所以我自己就一向都 我自己本身 譬如我現在 我家裡兩邊合起來 我爸爸媽媽兩邊合起來 五十多人 我應該是整家 唯一一個不打麻雀的人 而且是不懂得打 我知道麻雀 他的原意不是賭博 他是一種排列遊戲 講智力 講計劃 講怎樣去 好像被人 但是這些始終是有一些 要靠彩數的東西 我基本上全部都不玩 所以我就 真心不是很大興趣 我去賭場 我都不去 我去賭場 可能去吃 OK 如果真的有些朋友 怕自己進去賭場門 一定第一個叫你 可以找我 我有免費自在餐吃 你敢不敢 我可以陪你去水 我真的沒有興趣 我連走去角子老虎機 我都覺得很麻煩 算了 我看電視 所以 我以前在家 他們打牌 我的角色就是 針茶底水 我的阿姨都很習慣 譬如說 誰要領下 我 我就會弄給他們 茶水堡 原來你是茶水堡 我是負責做茶水那個 真的針茶 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針茶底水 拿著壺 你知道人們打多少圈 廁所都沒有人去 喂 你簡直可以開道堂 然後別人跟她說 餐蛋麵 麻煩你 超人在旁邊 喝喝水 然後幫她添 我不喜歡 所以 坐大一點我全部都不玩 所以 你叫我去派對 我也挺無趣 但我會是你廚房的好幫手 喂 那你大富翁會不會玩 大富翁算不算是賭博遊戲呢 不超過一個小時 我的耐性是可以的 超過一個小時 我已經可以坐在一旁 我桌遊戲 我真心不是好玩 我也是那句 我不是很適合群體活動 但我可以幫你撿頭撿腿 我可以幫你在廚房 幫你搞點你的火食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是很幫得手的 我自己其實有去過 賭場 一輩子一定有幾次進過 跟家人進又有 自己進又有 我印象之中 我其實每一次都一定會打和出來的 就是不會虧的 可能家人 我們都不會賭得多的 他們都是玩什麼大小 尤其是老虎機 那些 但是可能20元起 就是20元加錢起 可能50元就完 那他們輸了 就靠我贏 全部回來的 就是打和了 但是最厲害的那一次 或者最有好運的一次 就是在澳門 那個叫什麼十六 什麼十六婆 還是什麼呢 然後在 他們的賭場那裡 臨走的時候 其實已經 我記得每個人 我給 因為我爸爸媽媽媽 我弟妹 過來探望我們 所以 他們身上 我就說 我請你們 每人20元 雞 已經輸到差不多了 我就 贏了一點點 我看到他們 反正你們已經 輸了一點點 我試一下 最容易就是 拉老虎機 一拉 就給我中了 那個時候 那部機的獎 是不多的 其實 可能是四千幾 五千元 但是 那次 已經是 人生中 已經最大起 但是 因為老虎機 我發覺 是真的 有個矯妙的 那時候 我遇過一個 同學 在大學 他幾乎是 每個星期 一到星期五晚 就去賭 那他賭的 那他賭的 什麼都會有 Poker 又或者去 八家樂 二十一點點 總之有得玩的 他就玩的 他曾經說過 如果他不輸的話 他的錢 應該可以供到 他逐多一個學位 那所以 你開想而知 這個真的是 職業賭徒 但是當然 他最後 他經常都會贏 那他跟我說 他就是說 原來 你玩老虎機的時候 你 首先不要一去 就賣機玩 首先我不是送中大家賭博 純粹分享 他就說 他平時就看清楚 看看哪些機器有人 等那個人走 看看那個人有沒有中 他一路拉一路沒有中 他直到等那個人走 哪怕是幾個小時 多少時間都不要緊 那個人一走 他就賣機了 他就開始玩那個機器 因為他覺得這些全部都是計算程式來的 當然 大家都記住 小都可以移情 大都可以變理 不是 大都可以 都不要 亂性 亂性 是的 就是量力而為 Entertainment 好了 所以 不過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又再去去廣告 喝口水 回來最後一節 就是海米正銀燕 位於Fond Muse的黃金雞蛋仔 Golden Bubbles 多謝所有來過捧場的同路人支持 去開Wonderland 或者Fond Muse 逛街街的你 記得過來吃下 我們創新口味的雞蛋仔 那當然 還要打卡留念啦 喂喂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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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有沒有人聽到呢 當然聽到啦 因為時間開咪啦 好 歡迎大家來到最後一節的開咪 今天我們也有講過松禮 也有講過少許我們 入過這個secret party裡面的經驗 很明顯地我們 我相信我和Rita都不是那種 會抽到一個抽獎裡面的大獎 那類型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回到送禮那裡 你有沒有試過收到一些很奇怪的禮物 或者你會覺得 雖然你是實用型 但是當然啦 你每次抽到的東西 都未必是往往好像你的理想 收到一些你想用到的東西 對不對 我試過收到最不實用的禮物 就現在在我桌子旁邊 它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laundry basket 來的 它的布料都漂亮的 然後它是那些環保布料 但是其實 你如果真是髒衣服 你不會丟到一個布料的laundry basket 所以現在這個東西 就用來裝雜物 這個是我們人當中收到 secret center最不知道怎樣的 但是你說它是不是很奇怪 又不是 我都算 嗯 我從來沒有試過收到很奇怪的東西 是 我印象之中 我收過最奇怪的 又或者是覺得 這個應該少些人會用來做 secret center的禮物呢 就是一包曲奇餅 那這包曲奇餅 還要是飛機上面的曲奇餅 就是你可想而知 是很細包 它裡面只有兩塊 然後被人包著 你當作 你得罪了那個人嗎 secret center 不過我想它得罪了是不是所有人 應該是 這樣也會這樣 這樣也會比較肉酸 不要這樣 肉酸 肉酸 就算不喜歡也好 尤其是香港 你去那些 就算便宜了上來 你隨便去法街衛康 去那些 759 駕鎮站 都可以買合適 有一點曲奇餅 怎會買不到呢 是啊 有時候 它還要用報紙來爆 我想它真的很急 它是否很討厭這間公司 我覺得它是太最後一刻 完全是沒有想過 哎呀 糟了 忘記了有什麼 啊桌面有包餅 就用這包了 就在pantry拿一些舊報紙 舊報紙 你如果都是不喜歡的 你下午去買禮券也可以 我又不相信做不到 是啊 說真的 不過有沒有收過一些禮物 你是覺得最窩心的 哇 錢 是不是這樣說 對 因為我 我試過收過 哎呀我真是一個 就是我不喜歡收花 我覺得花是一些很不實用的 我會送花給別人 我會送花給我女性長輩 包括我媽媽 我送給我的阿姨 我知道他們收到很開心 但是你就 我就經常跟他們說 不要送花給我 我會拿著拆花 在香港搭斜 總之我很不喜歡這些 如果你要送花給我 你真的請我吃飯 我會說 我試過一年很搞笑的 那時候我男朋友 就是因為之前那年送我 那些太不品勢的給我 之後她就問我姐姐送什麼給我 我姐姐跟她說 我現在都是送錢給我妹妹 於是她 之後那年她就給了一疊現金 我真的笑到 那時候真的送我很久 那時候真的送我很久 其實我真的說真的 她送給我 我是絕對OK的 雖然有時候我都會說 你不要浪費錢 買些花 你這麼不等的東西 但是 你不用選擇要送錢 你還要笑得這麼開心 她應該覺得 對呀 對呀 這次送得對 其實拿一疊給我 我心想什麼事 她說 李姐姐說 過去這十年 你們大家都是互相送錢的 她說 我怕我買些東西 你又不適合心水 所以我送錢給你 她說 OK的 很厲害 她真的有做資料搜集的 因為 我們都 是不是屁股呢 我真的不懂 我只能跟你說 我是一個挺不浪漫的人 但是過去這十年 我們家裡都是互相送錢的 所以 我爸爸媽媽生日 我送錢 我生日 他們送錢給我 我姐姐生日 我給錢給他 你不是當是寶貝卡 你不是當是寶貝卡 那樣嗎 不敢 我不給的 某個程度上 差不多 你都是任你買 你喜歡用那筆錢 你喜歡怎樣做都可以 我們通常做可能是 送錢之餘 如果我送給我父母 就每人加一盒漂亮的朱古力 給我姐姐 就可能再加一些 不知道 有些很有趣的 因為我姐姐 她很喜歡迪士尼 那時候還有迪士尼購物 就會看看 那一陣子有沒有 有些很有趣的 例如公仔 買一個 加一些很小的東西 之後再加錢 都挺有心思的 那我全部聖誕三天都是這樣 尤其是我父母 我會帶她去看 譬如我媽媽說 我想要生氣 那就帶她去買生氣 啊 或者爸爸那些 是因為我爸爸很喜歡玩 輪胎 那時候就會 除了錢之外 會再送一批 Ontario這邊出的 那些刮刮卡 一到聖誕他們就有些寶貝卡 是啊 是啊 那整個十款 就刮飽了 哈哈哈哈 是啊 就是上一年 上一年還是前一年 我男朋友就送 除了送錢給我 她就送了一張刮卡給我 那時候真的笑到 收不到聲 因為她是一個 如果你覺得我沒有彩票運 我都起碼下不了 會有時候打和一兩次 她是一個完全絕緣體來的 O 她是完全 她買什麼輸什麼 然後她買所有事情都不會做 所以我那次就笑了 我說 為什麼要買Lottery ticket 她說 你看看你刮刀又按 不能分 哈哈哈哈 她的策略還不錯 對 還不錯 哈哈哈哈 買了給你 她自己也有得著的話 這才是 那我很大分 如果真的她的卡 不讓我有得著 一定會分給她的 哈哈哈哈 你分十分一都夠吧 一定分的不會不分 認真 不會不分 這樣做得很好 所以 沒錯 沒錯 我也試過有 我是我姑媽 我臨回香港的時候 她送了一張帳 然後就說 這些小小心意 你回香港就 希望你發展得順利 都有 但我印象之中 最窩心的禮物 都是我臨走 離開加拿大洋的時候 有個女生朋友 大家不見得很密 她知道我離開 她故意約我出來 然後就說 我知道你回香港了 想送禮物給你 她包得很漂亮的 其實跟她現在做的 在多倫多裏面做的 都很有關係 她現在是做一些 結婚計劃 她包得很漂亮很仔細 裡面是一隻 陶瓷杯 那些是 然後你可以 放進一個 不知道 車啊 桌啊 然後被人撞到 都不怕掉 那些杯 上面就黑了一些東西 在上面 沒有任何的訊息 那天黑了的東西 就是我離開 那天的日期 然後她說 我送這杯給你 我知道你可能 家裡也有很多杯 但是 這杯 我知道你有時候 因為我們 見得少 但是我們有一次的合作機會 就是以前可能在某些show 那裡做過 不知道給了什麼印象 是覺得我經常很倫盡 然後她就說 我就知道你這個人 就經常都不小心的 所以賣了這杯給你 那希望 你就算好像香港人多 或者很多人 經過在辦公室 或者可能有機會的時候 撞也不會撞死 哇 這麼貼心的 不用想太長 但是她加了一句 她說 我不是對你有任何意思的 是面對面的 你都走了 當然對你沒有意思 難道現在四月對你有意思嗎 認真 那我沒有想 那我沒有想 我真的 沒有實用性的 你走的時候才跟她說 有意思 那怎樣 很尷尬的 兩個人相處 你現在才說 但是你要把日子刻上去 我們換個角度看 你知道加拿大這邊的 訂製東西 尤其是以前 相對不算很方便 但是熟給年前 通常不會 以前不像很多利貿易 你上網 可以 我訂了那個 idade子寄到你的家 那麼可能都要 例如買了那個東西 或者去這間店鋪選購 OK啦 Peter 別人曾經 肯定你有好感 沒有好感 太過分 什麼講真的 請你吃飯就算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認為他 我覺得他的好意 他的好意 你有好感沒有好感都很不重要的 是一個有人的心意 對你的祝你前途切感 這些無論如何都是應該珍惜的心意 我就應該錄髮將這一集給他 你先聽一下 我想跟你說真謝謝 你跟我說是沒有意思 我就批個頭進來給你等 我不相信 因為送杯給你 我覺得是完全意見的 而且你剛才說那個杯子 因為他也很有道理 香港始終辦公室空間小 有時候東西多 走過勾跌 就算不是其他人 你也會弄跌 他是很用心的 但是是用心的 OK? 它需要時間和錢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我真的以為用來純粹 等我告訴你 就是紀念而已 因為他 大哥你講了一句 他不講那句我都會心裸裸 但是他講了一句 我覺得大家都是沒緣份的 這樣 其實不是好像那些人搭電梯 穿著校服 上學嗎? 難道是換教嗎? 這些假設 說真的 這些我就沒有什麼 但是 我是個女生的角度 也是啦 你回去 我跟你說有什麼用呢? 況且也不一定是那一刻是 或者以前曾經對你有好感 希望用一個祝福朋友的心態 來希望送一份有意思的禮物給你 但是你不要跟我說 從來都沒有意思 它不存在 你不會這樣做 但是你搞得我覺得好像 好像 好像 令到 哎呀 他還在我面書上 他還看到我負責 那些 我阿陳的兒子 沒所謂的 他還是單獨的 哦 但是你不是 是啊 慘了 會不會辜負了別人 不會 你要擔心你太太聽到這段話之後 你可能有些事情要交代一下 哦 那連中也有不少的 哇 我也不知道 因為 各位聽眾 我要說說 Peter 他不是什麼情性 他不是肥仔 他不是肥仔 他是一個容易化為 就是很多朋友 認識很多人 但是你又不會那些 就是 世界仔路想打他那種的 所以 根據他的性格 他有女孩子 長期喜歡他 實際上是一些 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Peter是一個有人緣的人 所以呢 我很同意的 但是你剛才說 沒有什麼可能沒有意思 不用想到 一定有 不過 搞到我現在 不知道要說什麼 好了 真的 我這些人 我這些人的心態 已經是七十五歲 我看完 就是 你有一種 用恩惠的目光看出去 但是 你不要跟我說沒事 就是 沒有辦法了 你應該去幫一下 什麼 拯救一下 少男少女 等他們開架 我拯救我自己 不要拯救 你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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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將它微調到五十五歲 由七十五歲 沒有 我經常覺得 就是我自己的心態 覺得呢 這個世界 恩 不一定要 結婚 拍拖結婚生子 才是 好老實講 尤其是 華人社會 對於女性 結婚這些 是有一種 很根深蒂固的想法 不要說現在 我十年前開始 我每年回香港 或者我是 久不久在吃飯的時候 都會被人問 都被人問 你看我的樣子 你就知道我這些 我的人又挑剔又麻煩 還有我自己又不 還有我很習慣自己一個人的 我真心不會 當天說 連麻雀都不打 對桌球遊戲有這麼興趣 其實我是什麼性格 我應該看得很清楚 就是 我 我自己這樣 不會覺得悶 就是 那些人不是有事 經常說 喂 兩個星期很辛苦 我是第十天才開始覺得 嗯 開始有少許辛苦 我不會 我真心不會覺得 讀書是 這麼困難的事情 那 你男朋友 就很容易照顧你了 我們那時候 長久了很久 我們其實現在 就不在一起 但是 其實都 天天聊天 我都不會說 我和我的前任的關係 就是 對我來說 他是我家人 就是對我 他真的是我家人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在一起 但是你說 我會不會說 很想去認識別人呢 我完全沒有什麼 這樣的意欲 還有我現在的心態太差 我根本沒有什麼心機去看 沒有什麼拍拖 我連普通社交 我都沒有什麼精力去看 我現在最想就是 就是我本身工作又很忙 因為剛剛開設的部分完全不同 我現在最主要就是 搞定我自己先 你連自己都自顧不閒的時候 很老實說 除非你整個李嘉欣那樣的 否則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如果你的外貌 可以去到一個層面 你可能十四五歲 你一路有兵 一路有自身 你不需要擔心 認識別人這個問題 我是一個很正常 平凡不過的一個中女 我現在 我哪有能力去兼顧其他事情 我連自己都快搞不定的時候 有這個痛 那樣痛成阿婆 所以我不會 但是我心目中就經常覺得 很老實說 有些人是適合誕生的 還有你說這個 傳統的翻新生活 是不是一個一定必經的道路呢 在我心中我來說 我可以很坦然地說一句 有當然是好 始終有一個家庭 我也見到很多朋友 很開心的 很圓滿的 但是你說這個 是不是一定必須的 我又不覺得 如果有 我當然很開心 我也會很感恩 但是我已經過了一個年紀 就是我不會特別說 很想特別要遇到這個項目的 其實我也有點認同 尤其是現在我們都 這個世代 真是單身和不單身 其實都不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 有些人就會說看緣份 我覺得其實 現在我們有家人 有兄弟姐妹 有朋友 就是喊些那句 他們給我們的東西 其實都很附足的 他們那種感覺 當然你說 突然之間有人來喜歡的話 然後順理成章發展下去 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打後可能有三十幾年 那你都希望會不會有多個本 大家一起去玩樂 或者去玩 但是是不是需要真的去到拍拖呢 尤其是我覺得 真的好看自己和那個人的溝通上面 覺得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我有一對 我有一對 他們就是一種關係 他們就沒有結婚的 只不過是 現在已經去到 大家差不多六十幾歲 都是 純粹是 保持著一個 你叫他林先生 或者你叫我劉小姐 那種的關係 不會說大家是 出來的時候 你約他 他約他 約我便約我 他們擺得很開 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 紅顏之己 一起住的紅顏之己 就是住了四十幾年的紅顏之己 我覺得大家相處的方式是舒服的 有時候 有些人結婚 不就是會來 是不是 那其實真的 如果你真的相處到 又不需要被一些 某種限制 驅促住的 其實我覺得舒服便好一點 那當然了 你在一個傳統一點的角度 你都會覺得 其實根本就是 承認不夠 因為始終 婚禁都是一種承認來的 你起碼要 你不要理會之後 離不離婚 你怎樣相處 但你起碼 老套一點說 你簽了那個契約 你都要肯走出那一步 但有些人連走出這一步都不肯 那這件事 我沒有任何意見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 而且我亦都覺得 無論什麼時代都好 尤其是現在 什麼form of commitment 都有 那我沒有資格去批評他人 那我就都是 我反而這方面 就會比較是一個很 公開一點 Yes or no 我很Yes or no 或者black and white 對我來說 是你就索性 不要結了 是 你如果是在一起 你不要浪費時間 你去簽紙 就是你如果連簽紙這樣 那麼簡單 你說我怕分身家 那你就簽訂 是 是 但是如果你連簽紙這個行為 你都不做的話 那其實你就索性不要結婚 不要在一起 我就比較是 要麼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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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個人都 好像你說的 每個人看法不同 有些人 他 我也聽過 我認識的 有個KOL 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突然醒不起 又是那些 跟男朋友拍拖 17年 終於不是在一起 一個星期 一兩次 他覺得很舒服 這樣就可以了 嗯 其實也是 尤其是現在 現今的社會 我們真的可以 我覺得是 但是我想問 如果突然間你的前輩 跟你說 我發覺我們相處來說 是最舒服的 我想跟你一起走下去 你會不會 你都應該會接受的 是不是 我會 我絕對會考慮 我不會說是否接受 因為我現在的身體狀況 是不正常的 以我這個年紀來說 我個人經過的健康狀況 不是我這個年紀應該有問題 我有很多事情自顧不暇 我不認為一個人 應該把這些負擔 放在另一個人身上 還有他的健康狀況 是直接影響到我的情緒 還有很多事情 我有很多事情我自己處理不到 就是我不覺得我是準備好 那如果他說 如果你不一起 我就不等了 那可能就要再針對一下 但是我不想 我自己也不知道 老實說 我很多時候現在上班下班 都是起床 之後做事 之後睡覺 因為我沒有精力去應付其他事情 所以我覺得要 不知道 不過他又 剛好似是類似在處於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都不說這件事 不要緊 我們剛剛在尾聲的時候 我們就不如呼籲所有的聽眾 我們不如給多一點力量 Rita 讓他的身體好起來 然後就可以 讓他有多少精神 無論在工作上 幫我們主持節目 又或者在他日常生活裡面 因為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韓國人是很流行的 精神 哦 是的 健康的確是財富 是的 你說他是不是很大不財富 我又不會說到 好像那些 這個世界很多養生L 那我又不是這樣 但是 他是會直接影響你整個人的 每一天 甚至 即大那個 大那個人生 但是 本來願意 就不是說我的 但是 不要緊 我們開門就是這樣 有時候 怨分內料就會談話 所以 我們來到這裡 那我們就 向大家說聲 拜拜 今個禮拜之後 那兩集 再和大家一起開麥 遲些見 拜拜 拜拜